延伸閱讀 然後從原來給提供的閱讀資料裡面 大家可以從作者 從後面的參考書目繼續往後面追 那我覺得都是看個人的選擇 覺得這個內容對你有什麼樣的影響 或者是幫助 那我覺得通知課我們最少要做 就是你可以說得出來 這本課哪一個部分 你覺得打動你 他對你的生命經驗 你過往的生命經驗 好像有一些觸碰的 可以連接起來 那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或者眼界打開 或者認識的歷史深度加長 那這個東西是跟著你一輩子的 那你們都那麼聰明 都有自己學習的能力 如果你真的希望把它變成一個知識 你自己可以去追 這個不是問題 最重要就是說 希望大家可以說 我選這本課 然後我翻案這本課 的確有某個部分 跟我的人是有關的 那讓你成為一個 某一個部分 跟以前不同的人 所以我在想這樣做 所以因為我之前 我們大概有一半都是請人來演講 另外我有時候太急著 想要把一些東西介紹給大家 我現在就想說 我們花一點時間來反除 來想想看這到底 都這些什麼意思 跟各位做一個人有什麼關係 那因為移民是我自己的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主要研究方向 那所以我也覺得我比較好掌握 那我們就今天就試著用這個主題 讓我們多一點討論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這間課程 實在太 演講的部分實在太重了 所以這樣轉折 我有必要做這個轉折 可是大家也需要稍微適應想想 那我今天的構想 是我 就是我這樣講都市原住 我故意用都市中的原住民 不用都市原住民 我前面想了說 遷徙了的原住民 我用想了不同的標題 我的目的就是要凸顯出來 都市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因為這個詞彙 我們一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很矛盾 很不一致 為什麼 因為原住民 這個原住民 然後在都市 都市是個遷徙後的 因為他原來他加布在這邊 當我們用這個詞的時候 都會有這種意思 那我會覺得 現在特別值得來談 都市原住民 80年代開始談的 現在又特別需要談 是因為我自己在台大的經驗裡面 我發現 我們有個同學 是城市長大的 他是都市出生跟長大的 那我們要怎麼認識這樣子的人 然後這些人是穩定的 一批一個年齡者的人 整個我們看到這個一個新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理解這樣的現象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 生活經驗 他強調的是 就是 是原住民的部分 還是都市的部分 還是都市原住民 還是 還是 就是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人群分類 不是我們所習慣的 80年代看到的 一些研究一些調查 所說的都市原住民 都是從原鄉 遷徙到都市中 為了工作 大概很大一個部分 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有些特殊的現象 也有 也有些因應的理解 那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 是不一樣的情況 不限於剛剛講的這種情況 那我們需要一些新的理解 另外就是說 當我們講都市原住民 我故意加了一個都市中 就要強調一個是空間 一個是祖先 一個是祖先或血原 另外一個是空間 那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嗎 如果是 為什麼 如果不是 為什麼不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 換句話說 都市中的原住民 這個現象 跟其他的一些現象 一些人口現象 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他有一些一般性的 狀態 也有一些特殊的狀態 使得我們說 都市原住民 他變成 他在我們現在的分類裡面 是一群特別的人 那我們大概都稍微比較知道 是都市原住民的特殊性 那我今天就先開始跟大家 我就提醒 把這個議題 回到一個比較基礎的部分 就是什麼是遷徙 都市原住民作為 有眾多遷徙經驗的人裡面 他的共有的 這個一般性是什麼 這並不是說要消滅掉 都市原住民的特殊性 可是我們也必須找出 他的共同性來說 遷徙是所有人類社會 都很常見的一種現象 台灣的歷史上 以前到現在 都是遷徙 movement 我們不一定要想movement 我們的movement 移動 人改變居住的 主要的居住空間 這是一個非常有 常有的一個現象 當我們這樣子想到說 其實這是眾多遷徙行為 遷徙表現裡面的某一種 或者某一群人的遷徙 在某一個時代遷徙表現 我們就可以對應 一般性 我們看到他的特殊性 所以一般性 我們強調一般性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從都市原住民的 特別的狀況 帶出來 變得很多 非原住民的人 可以找到共通性 找到他可以relate 他覺得跟他有關 而又說原住民簽到都市 跟他無關 這個事情過於強調他特殊性 他就看離開了 那是我不懂的事情 那你如果想到 我們把一般性帶回來的時候 我其實要介紹的是說 台灣在1960年代的城鄉移民 是一個非常 影響非常大 規模蠻可觀的一個現象 那台灣原住民是這裡面的一部分 然後有一個特殊的表現 可是台灣60年代城鄉移民 跟我們對於台灣近代發展所說的 都市跟都市的工業 跟鄉村的農業之間的農業 來補貼工業發展的 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其實是非常相關的 好 所以我這邊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他在這邊 他這個普遍到一個程度 會出來新的 許多的社會關係文化表現 社會關係我要講的 比方說 可能就是我們那時候 會有新的家庭關係出來 很多人在都市裡面在工廠去 進了加工區進了工廠 當然久了大家都想回家 實際上你會看到落地生根 不容易回家 他有另外一個新的家 那他的 剛剛年紀很小的時候 這個辛苦是很辛苦的 所以他把孩子送去哪裡 他生了孩子之後 他就送回老家 給父母去照顧 所以那時候很多這一類的討論 他說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家 人類學人很喜歡談家 家戶 戶籍上的家的概念等等 所以出來了一個討論 出來不同的討論 叫聯合式家庭 聯合式的家戶 就是年輕人的家 並不獨立在父母的家之外 他實際上空間上是分開居住 可是他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把孩子送給父母照顧 結果我們說 譬如說我們講隔代教養行都是負面的 可是他的文化傳承 反而不會因為父母過於忙碌 有了短程 小孩子回到都市是辛苦的 可是他因為跟老人家在一起 不管是一個家或一個地方的知識 是比較容易傳承的 這是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種現象其實是 在移民過程當中 做了很多的變異措施 或者我們說這是他的調適過程當中 有的一些安排 所以我們看移民過程的討論 很多人會說 這是一個常態的還是一個過渡的 像剛剛說聯合式家庭 這表示我們的家庭觀念改變 我們家庭關係改變 我們在空間上延展 空間的區隔不會阻隔 這種親屬關係 我們的親屬關係 反而是擴散到更大的一個空間裡面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還是說也許有別的情況 還是說這是過渡 這一代也是這個樣子 在都市生長的這一段 他跟原鄉 他如果等他有點年紀 他開始生孩子 他的孩子是給在都市的父母 或者別人公托 現在公家的這個托兒中心 他不會回到親屬範圍裡面 所以他的親屬觀念就會改變 所以移民因為他是一個動的狀態 我們有很多的討論 移民為了適應 為了進入新生活 他跟老家 跟新的家之間所建立的關係 是一個常態的 還是一個獲渡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所以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大綱 這並不完整 只是三點非常想要跟大家介紹的 剛剛我們說了就是遷徙經驗的普遍性 遷徙是我就不用移民 因為移民我比較願意把這個詞 會保留在跨國移民 國家跨越國家 那是非常不同的考慮 那遷徙或者說移動經驗 移動態度口語 我們一般會講遷徙 遷徙的經驗它的範圍很大 遷民跨國移民也是遷徙經驗一種 所以我現在要帶出它的普遍性 可是普遍性既然普遍 我就不需要講 我就要讓各位都想想看 你的經驗當中 你個人的遷徙經驗或者你個人 你覺得你沒有遷徙經驗 我是不相信這句話 那你個人對於遷徙的記憶是什麼 就換句話說你 那你聽到的別人的遷徙經驗 有什麼樣的故事告訴我們 所以等一下就麻煩同學 是用你作業一的分組 比方哪一組是分成兩組 你就五個人都可以 然後我們用十五分鐘討論 十五分鐘你每一組派一位同學當代表 再跟其他同學就分享你們的心得 所以隨便你要講個人故事 還是你要講你們所抓出來的一些主軸 一些重要的東西都可以 第二點我們今天要介紹 是都市的性質 那我們說為什麼都市移民到都市 遷徙到都市是一個特別的事情 我們要講出來 比方城鄉移民 英文叫做Urban Rural Migration 大概是1960年代開始出來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研究方向 你也可以想像二次大戰後 國將復原慢慢安定了 開始是一個平穩的發展 然後工作機會出來了 交通設施也比較有了一些 人開始流動 有不同的流動方向 我不能說從比例上可以證明這樣的情況 可是從經驗上 可以說回到台灣 這是全世界大概都有這個趨勢 人是往都市集中的 這個我們講簡單 就叫都市化 都市不是只有一個都市 有的只有二線都市變成一線都市 然後三線的變成一線 二線 就是他人口在集中 所以當然台灣有台灣特殊的發展 比方北中北南兩個主要都市 我們的區域發展的概念 不是非常的充分 比較不是我們的發展策略 所以就介紹一下 那都市 換句話說都市化也是 就是每一個國家 可以說是每一個國家都 他在發展過程中都面臨的一種 人口集中到少數幾個地方 都有這樣的一種形態 一種發展形態 以我做 我的第一個研究是在大溪地 大溪地的那邊 它是大溪地 我們說大溪地是一個島 它屬於社會群島裡面 社會群島跟另外的島 又構成一個叫上風群島 它另外還有背風群島 它是整個珍珠島 只是它整個領土構成的四大群島之一 它有四大群島 有的群島是一個群島 就有兩百多個小島 所以當他們都市化的時候 人口是集中到大溪地 大溪地承載了超過八成的人口 曾經有一度 那其中一個城 就是Papierre行的首都 又承載了這個百分八成 而高比類集中在他們的首都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這怎麼住 人口密度的問題 那所以大溪地 發主播的你想這個國家 不能說國家 他後來就用一些辦法 讓許多里長 小小島的人願意回去居住 有很多的獎勵措施 那在台灣 當我們再談到 回到台灣的例子的話 台灣的都市有沒有什麼 不同的發展趨勢 或者說在我們目前 對於城市的理解理念 台灣的城市 我們知道很多原住民是住在台東 台東市 花園市 屏東市 比方我跑台灣族的地方 稍微多一點的話 我就知道很多人 很小的時候 我上一代 他們比年紀比我還大 人他們小的時候 有人就是住在屏東市的 那這樣子我們要說 他是都市原住民還是不是 這樣怎麼理解 那所以換句話 都市跟鄉村 他不是一個這麼簡單的二切 他會有一些中介的形態 中介形態也是又好像有 說他都市又不那麼都市 那個都市的特徵又沒有那麼強烈 那我們應該要 我們需要怎麼樣來看待 這是分析上必然 分析上碰到的定義跟分類上 必然會有著一些 一些中介的狀況 那第三點就是回來 就回到說 我們剛剛前面強的 尤其第一個部分 我們強調的是 台灣城鄉移民的一般性 台灣城鄉移民 我們剛剛講 Urban Rural Migration 他放在全世界 大概都有這樣一個趨勢 那我們在台灣 這樣子的一個趨勢當中 原住民遷徙的特殊性是甚麼 那我們也藉著原來的一般性 不同人群的經驗很多是共享的 可是這事情沒有這麼單純 那不同的人群會有他特殊的遷徙經歷 我們待會兒也許同學 如果自己有不同的背景 閩克或外省的背景 你覺得你們家是這樣 然後你知道你們家的故事裡面 有一些其他人也是這樣 可能他就是某一個人群的特殊的形態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介紹出來 然後我們再來跟原住民的遷徙來比較一下 好 那我還是先介紹一下這一些 讓同學再回到你們各自的經歷 所謂遷徙經驗的普遍性 就是說這個我會把它放得很基本來想這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當我們講遷徙 我們講就是流動 然後我們習慣講是流出 我們人離開家鄉出去了 到了一個不是家鄉的地方 想辦法把它也變成家鄉 可是我們如果倒回來看說 我們在家鄉中 我們跟外界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的生活空間 那個界限沒有那麼僵硬 其實是有來有往 會有外面的人進來 我們有一些人陸續再出去 或者他的出去方式不是像我們說 一個某一個時候1960年代之後 是大批的某一個年齡層開始離開 他可能就是一直跟外界是有來往的 只是那個來往不下 後來規模這麼大 或者時間拉的這麼長 甚至於就在外面定居不會回家鄉 所以這個生活空間並不是封閉的 他是有可以來往的一個餘地 那再來是說我們看到的 某一個歷史階段 這個大批的外移的情況 這個外移有時候像我們說 60年代都是原住民 就是大家都是從鄉村地方 往城市移動的時候 這個外移其實他多少隱含了 某一個年齡層的一看之後 可能他在外地定居 他不會再回到家鄉 那另外還有一些移動的方式是 定期的定時的 比方說以屏東平原這邊農人來講 他會組織一些重道隊 柏種隊或者說不是柏種 重道隊插秧隊或者收割的隊 所以他從北往南 他可能有兩個月三個月他就不回家 除了家裡有什麼婚商的事情 他是去 這是一個有季節性的流動 另外像男孩子當兵 不管你是哪一個族裔背景 大概家裡面都要 或者日本時代當兵 這都是一個時間性的某一個性別或年齡出去 可是他知道到底是會回來的 所以我們看外移的型態很多 不是說只有定居的才算 有短期性的有季節性的 還有稍微長期一點 可是他的目的不是要在外面居住 最後結果不知道 他出去的時候 目的不是為了定居 比方你們現在各位很多同學 你們裡面很多人 你們是出來離開家 是要來這邊讀書而已 你們預期也是要回家的 所以你在這邊的 可能四年的時間 可能六年的時間 你是一個在外地 離開家在另外一個城市 另外一個空間裡面 生活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種安排 這個經驗也算 對我們而言 也算是一種遷徙的經驗 然後會不會留下 很多人會留下 所以舊學跟舊業往往是連在一起的 那如果說到我自己的經驗 這會是跟我在外國念書的經驗有關 我在美國大概將近十年 這是說 當然中間有去做田野 可是前後加起來大概是十年的時間 所以我第一次要主要 我大概在美國大概七年 六七年我要去田野 那時候我就來想 那時候我九月離開根 然後我想馬上十一月底 就是現在這個禮拜的感恩節 跟十二月底聖誕節 然後到元代 這整個一個月多一點的時間 在美國是非常 那個假期的感覺非常非常濃厚 所以我想說我到了大西地的時候 我會想家 我會想哪裡 其實你就會發現你的生活變得非常的複雜 當你想到那種 那種假期的氣氛的時候 你會想的是感恩節聖誕節 你會想的是美國的環境 可是如果是別的時間 別的季節或別的場合 你會那時候心裡會想到你的連結 你的情感的牽絆 會是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空間 那另外就是我們說還有一種 牽絲是循環性的 就是工作在哪裡出現 或者是說 也許有像長輩出來到城市裡面 他往往是他的子女生孩子 或者替女兒坐月子替媳婦坐月子 這有點好像循環性的 或者是說孩子 就是他幫他們帶小孩 帶到三歲可以進幼稚園 像這樣他是幾年有一個孩子 他帶到寶貝他離開 像這樣子 那我們說的另外當然就是 長期的遷徙 他的目標 或者他最後基本是定居 他長時間在另外一個地方居住 這裡面又分兩個狀況 一個是社籍 他牽了戶籍 一個是沒有牽戶籍 可是他事實上很長時間 在另外的地方居住 我們講到這邊來說 都是把家跟另外一個家 遷徙老家跟遷徙後的新的家 或者說你們的宿舍 另外一個居住空間 這東西好像是一個二分的 那現在也許我們可以鬆動 這樣子的一個家跟外面 家跟離開家的另外一個地方 把這樣子的一個二分離開家 這兩種切料的這種關係 我們可以也許可以放一個 換一個概念 比較有點彈性 可能也比較符合我們的生活經驗 我要講這句話是因為 是不是我們有時候把家 或者家鄉 甚至我誇張一點的祖國場 或者原來的國家 是不是有一點 變得過於是一個理念 而不見得是跟生活經驗 可能有一些些脫節 所以我們生活當中的practice是什麼 跟我們理念上覺得應該是什麼樣 這東西常常會有落差 所以我們所給家跟家鄉的位置 是不是有點忽略了現實狀態 現實當中我們常常是離開家的 現實當中我們雖然離開家 我們常常跟家有某一種往來 所以這邊介紹的觀點就是一種 也許我們從個人來看 我們個人跟家或家鄉 我們是一種擴張的網絡 這網絡裡面包括我原來的家 我的老家跟我現在的家 還有我現在的家 我可能涉及我可能沒有涉及 然後我有工作的地點 我有好幾個空間 這個在我生活當中 對我的人都是非常重要 不只是經濟上的考慮 他對我人 就像我剛剛講 我在搭西地坐前 我會覺得我會想念美國 我不是只想我台灣的家 所以美國居住那麼多年 他已經在我的經驗上 變成我人的一部分 所以他怎麼樣 所以我們怎麼樣正視這種事實 就你的成長過程 有同學可能說高中就離開家 在外面住宿 然後大學又換一個地方 研究所可能是同一個或不是 這個經驗其實很多人有 那我們怎麼證實這樣 還是只是很 就是還是 換句話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 鬆綁家的概念 家鄉的概念 怎麼樣因為你個人的行動 你的移動 創造一個新的家跟家鄉的概念 這也是我們的文章 我們這一周的標題 進一創造多點的家 就是我們可能是有多點的家 我們的家是好幾個 然後這個之間都是有關 甚至於我們很難說哪一個最重要 哪一個是重要 而是說因為什麼時間 或因為什麼空間 或是因為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跟哪個地方 這個時候連結比較重要 所以這個可能比較接近 我們真正的生活經驗 好 那我先講到這邊 我就回來 我們回來到我們的第一部分 讓大家做的這個功課 我們有十五分鐘 我們就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到三點整 讓同學 各 你們照那個作業一的分組 請你們討論一下 你們那個個人的遷徙經驗 或者不是你個人 是你家裡 或者其他人的經驗 你聽的時候是他們的記憶 好不好 試試看你們要怎麼抓這個東西 我剛剛講的是家鄉 還有他到底是一個隔離 還是一個擴散 是一個連結的關係 然後每一組最後要推一位同學出來 幫忙整理一下你們的心得 然後我們這個下課很久 所以那個同學一定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擅用這個時間 是不是請各組同學 就是派一位 來那個要報告 請麻煩舉下手 我看一下幾位 我來抓時間 一 這邊怎麼都空掉 你一個人要報這麼多 一二 蛤 就是整個班 讓你們兩個分啊 三 四 四位是 欸 那漢人都怎麼了 你先來 我們就先至少四位 我們就先用三分鐘 那個 欸 你幫我裝三分鐘 不行 就一定要嚇人 嗯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人類二的徐采如老師 我就是有問了一些我們就是那一組的同學經驗 然後還有我的經驗跟大家做個檢查報告 就是呢 就是 我自己的話就是 因為老師就是比較強調說 就是那些事件對你的連結 然後我自己這個比較 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事件就是因為我 到 欸我從十二歲開始就是在台中念書 就自己出來住宿啊或住房之類的 然後我在家裡是一到十二歲的時間 然後這變成就是 我覺得我跟其他同學比較不一樣 是很多同學就是就可能他們都是在家鄉 長大念高中什麼之類的 然後到台北來講 就是他們可能嫁入或寒暑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問我說 欸你要不要來台北就打工嗎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卻會我就會比較選擇就是 我會想要回去就是我自己的家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這麼早就出來念書了 然後這個就是很早就離開給我媽媽 然後這個對我的就是生活的 就是我會覺得很少時間跟他們相處 所以我會選擇回家 就是比較不會待在外面這樣 然後就是還有就是從小到大就是 我覺得就是教會對我來講蠻重要的 就是媽媽每次都就是只要我找到教會 她就會放心 就是我只要找到教會她就會放心 所以就是就是就是我這邊的連結 然後然後我們這一組是還有 我們有討論出來是就是當我們 如果對一個土地或家鄉有連結的時候 我們在台北我們會說我們要回家 我們要回家鄉 或我們要回台東回彰化 回什麼堅實啊什麼之類的 就是因為那個地方是我們有連結 所以我們不會說我們要去台東去彰化 對我覺得這點是還蠻重要的 然後我們這一組還有我們有兩個人 就是他們他們跟家裡的親戚關係 並流到很好就是他們就是 然後我們有分享一些 就是我們跟親戚關係很好的狀況 然後他們有說就是他們其實還蠻羨慕我們的 就是他們覺得就是他們跟親戚關係沒有很好 然後就是變成就是他們的生 就是成長過程中就覺得好像就是家人朋友 可是就好像沒有跟其他親戚有連結這部分 然後他們覺得其實有時候看到別人 就是會覺得有點失落 嗯 對 然後還有 嗯 有一個男生是他住就是彰化 就是他就是他是從小就是幼稚園到六歲 然後就在彰化就給阿公阿嬤帶大 然後對他來講這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彰化 他會認同彰化是他的宅相 然後他會一直想要回去 然後他就是讀動科的 然後他就是會想要回歸假象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會想要回歸台北 然後他就說就是 因為他覺得可能是因為小時候 他會覺得他會把小時候帶他 就是阿公阿嬤看得很重要 所以他會就是想他會把那裡邀過他的家 嗯 對 嗯 嗯 應該還有剛剛還有 嗯 喔 對 還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我們在有一個女生 就是她說就是她自己是原住民 然後她的爸爸 她媽媽就是一個是監獅小 一個是負獅小 然後她就是爸爸媽媽 就是她自己是在台北長大 然後她就常常問她爸爸媽媽說 欸就是你們就是老人會想回去部落嗎 然後他爸爸媽媽就說 不會我覺得都市比較好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就是這對你有什麼影響 然後他就說他其實自己很想回部落 然後我們就探討探討發現 就是應該是因為他覺得 因為爸爸媽媽媽是從小時候部落出來 所以他們有兩種經驗生活經驗 一個是部落生活經驗跟一個是都市的生活經驗 然後他們選擇都市生活經驗 可是像我們這種就是第二代 就是就直接在都市長大的原住民 就是我們並沒有就是很多的部落經驗 代表說我們就是只能就是從事 就只能就就是一開始就是 爸媽為我們選擇經驗 所以他說他自己會比較有時候 會比較想要回部落 因為他覺得就是他並沒有 就是那個選擇的那個權利 對好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 來 快點 陳虛還是賴一姐 你怎麼一起講 對啊 一起一起講 好 今天我們要帶來的歌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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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主要講 今天主要在講 大家在分享就是所謂的千奇 那千奇有分很多種 那在我們這組 就是我們大概可以整理出來 就是有一隻病典都在台北 那有像我就是從 就是有很多人是 就是小時候 是帶在部落 那後來或是帶在自己的老家 或是父母 主父母或是外公外婆那邊 那 那 的這種類型 那或是 再來一種就是 因為求學 那我們有一個同學 是因為 所謂的為了 補習而遷行 就是蠻有趣的一句話 就是 因為他的補邪地點 跟家裡離很遠 因為他住在台中的 算是郊區很像邊垂 所以到 市中心 或是說所謂的 台中的 就是有補邪地方 其實有一段距離 所以他的高中生活圈 反而都主要聚集在那些地方 那 回到像我的話是 我雖然是在台北出生 可是在 呃 三歲到 總之是在 學凌晨的這個時段 主要都是交給主父母帶 那這對我而言來說 是 無論是在對部落情感 或是對自己民族情感 一個很重要的 建立的一個 實踐類基礎 那他也是 奠定我對於自己 屬於很著名的認同 一個很重要的實踐 然後到學齡後 學齡 學齡 學齡開始的時候 我就跟 因為父母在台北工作 那我就跟他一起在台北住 那 定期 定期就是 還是會回到部落 那 或是去我在信徒的外公 外婆家 那就是 其實 對於部落的 或是說 對於老家的那個連結 是沒有斷的 可是就是 就是主要的生活 居然是在台北 對 然後就是 我們覺得說 就是可能 就是部落這個定義來說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人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就比如說 好比說 青年會 或是婦女會 那些 就是因為有了那些的存在 讓我們 對於回去的時候 有更進一份 就是 回歸的感覺 對 然後就不會 只是在於說 好像很純樸的生活啊 那些 可是因為就是重點是 那些人的鄰居在一起 然後就是 所以 所以我覺得就是 很多人的定義就是 家的那種概念 因為 其實有些人是 從部落到 就是都市嘛 可是 就是家那概念 如果還在的話 其實那個 就是 嗯 欸 就是 還是就是 聊得上那個 還是有那個 就是回到 就是你要回家的時候 就等於你是要回家部落 然後 其實 我覺得很多樣一個點 就是在於 你 心就是 有沒有認定 它 對你來說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一個歸屬的地方 就儘管你是生在台北 或是你現在是生在異鄉 然後 可是你的心還是在目默 就是繼續為你的部落 所做努力的話 那 那個還是 就是 你和部落之間的連結 就並沒有 那麼的 嗯 薄肉 然後 我要說明一下 就是因為今天題目 是所謂的都市中的原住民 那 就是對我來說 我就是一個完完整整的 都市中原住民 因為我的原鄉 算是 因為在花蓮市的邊純 在吉安 那邊 已經都市化的 蠻 蠻發達的 就是它會有 全聯啊 然後會有很多家的 便利商店啊 然後有非常 還不錯的生活機能 所以其實我的原鄉 也是算是都市 那 後來我到台北之後 台北也是一個都市 所以對我來說 今天這個題目 對我來說蠻 有趣也蠻值得討論 對 那再來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你們那邊是由他 由你去到哪 好 這座有四個人 那我講第一個同學呢 他是就是定居在台北地區 那他是從新北到台北市的這樣的移動 但他有兩個月的時間是有曾經是居住在美國的 然後感受到所謂的文化差異 那文化差異這一塊呢也有提到另外一同學 他說他學齡之前是住在美國的亞特蘭大 然後他是到了小學的時候才到台北居住 然後他其實暑假的時候都會回去那個回去美國 但是他覺得美國跟台灣那邊就是感覺差別很大的 除了飲食習慣飲食習慣以外 他還有所謂的關係距離 就是人與人之間如何用肢體去表現我們之間的情感 那種關係距離他覺得那個差別很大 然後他覺得美國那邊的學生很瘋 或者說大家就很熱情什麼 可是回到這裡 他相熱的要回到他自己比較拘靜 或者是說他比較 比較木讀的那一塊 就是他在這兩個地方之間 他會展現不一樣的自己 對 然後另外一個同學呢 他是在桃園居住的 那他讀書的時候 他來台北讀書讀建宗 然後又來讀台北的學校 然後他就是一直往返這樣子 他說他在台北沒有一個所謂的劇集 所以他還是覺得桃園 雖然說他很常在台北 但是他覺得桃園還是他的家 因為台北沒有一個據點 然後他能夠定下來 然後他又提到一個比較特別的是他的爺爺的例子 他的爺爺是福建人 然後他就是來到台灣之後是定居在帳範 然後後來移動到桃園 對 然後他其實本身已經很老 然後對於所謂的移動的那些記憶 也都沒有太多的那個記憶了 對 那我自己個人呢 是我小時候零到十歲之前是住在部落 那我到十四歲的時候到了草州讀書 然後到了十七歲的時候到了屏東市 就是第一次離開自己的家庭 因為我當初也遇到了所謂的莫拉克風災 然後我們家人也離開了自己的原部落 來到了永久屋居住 那我自己個人跟我的家人都已經離開了原部落 我住在屏東市的宿舍 那他們住在所謂的先到終祭屋 然後再到永久屋 然後一直到現在我是居住在台北 那他們還是居住在永久屋 對 然後我自己對家的概念其實就是一直 因為我一直都住在別人的地方 然後就像我現在自己的家心來意也是一樣 我覺得那裡就不是我的家 因為他們剛剛有問我說 你以後想要回去嗎 你想回去永久屋還是回去來意 我自己心裡面理想上我想回去來意 但是現實面必須讓我回到永久屋 對 然後我就是覺得自己對家的那個 因為我們有講到我們就一直移動 然後自己對家的想像跟電影都越來越多 永厚越來越不一樣 對 以上 謝謝 我們三個有先討論過 我們一位是從日本來到台灣 另外一位是從宜蘭到台北 然後我自己就是一直都住在內湖 那像是比較一下兩個地方最大的差別 像是從日本來到台灣 一個問題就是住宿 但是台灣的房東比起日本來講 可能就比較難去對付 然後另外再辦一些手續之類的話 如果你不會中文 聽說是徒人的態度會比較不好 但是台灣有一個好處就是生活比較輕鬆 因為像是在日本你一進餐廳 他們一定是歡迎光臨之類的 然後是非常標準有秩序 但是同時呢就是感覺有點緊繃 給你一點壓力 但是台灣人就比較自然一點 會覺得還好一點 然後另外像在宜蘭那邊 因為至少住在宜蘭的不是非常沒有到像台北這麼城市的地方 基本上住附近的人都彼此都是認識的 而且就算在路上遇到一個陌生人 也比較好上去就是交談 可是如果在台北上來你可能第一個 如果你在台北看到有人過來跟你講話 你第一個想可能就是你是不是來推銷東西了 然後再不然就是聊天的時候還是會覺得有一個距離感在那邊 然後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外國家是在萬華那邊 所以根據我現在有的印象 萬華那邊因為萬華現在比較重心的地方就是在內湖這邊 萬華感覺就是已經比較沒落一點了 所以我現在想得到的萬華那邊 想到全都是一些看起來有二三十年以上的那種住宅區 可是台北的話住宅區一是比較新 而且二是比較多辦公大樓之類的 還有吃飯店也比較多 感覺生活機能比較充足 那就這樣 那我的話先介紹一下我的遷徙的過程好了 那我總共遷徙過一二十一一次 大概六次吧 大概六次吧 我是在部落大概到幼稚園然後搬到高雄的眷村 那在大概待了三四年然後再搬到台東的一個租圈很多元的地方 有漢人也有原住民 然後原住民裡面又有三個族 那漢人裡面就是客家人跟明南人 那非常多元 可是雖然是這樣子 可是不是我的 我去的地方有阿美族、布農族跟 好像有邊南族 一些啦 然後可是沒有排灣族 所以有原住民可是不是我的族群 那我又從台東搬回到了部落 那時候是個國中的事情 那我國中三年就是都待在部落 那在升高中的時候 我又搬到高雄了 那高中升大學 我搬到台北 那這幾次的遷移 我應該是就是那個心境轉換 就是我比較像那環境的不同化 就是我從部落搬到高雄 第一次從部落搬到高雄的時候 我那時候的 我覺得那個生活上的差異 非常非常的大 我在部落可能假日的休閒 爸爸媽媽媽就是 比較是帶我們到部落裡面 認識親戚 那如果是在高雄的話 是我們一家去出去玩 選擇更多元了 休閒的選擇 那時候最大的 我覺得這個 我心裡覺得最大的不同是這樣子 那我在從高雄搬到台東的時候 那個感覺的不同 因為那也是雖然待了三四年 可是我從來沒有一個歸屬的感覺 那可是我也不 我那時候找到我的歸屬在哪裡 我覺得高雄可能搬走了 就不會再放回去了 那部落 可是我又離開那麼久了 那我 那我雖然可能偶爾還不回去假日捷慶的時候 可是沒有什麼 真的心理上的歸屬 那可是 我國中的時候又把他回到部落了 我回到部落了 可是我覺得這裡 因為像我在外面的話我會想著部落 我會覺得 我是有一個有部落的人 我這種部落在哪裡 那我真正回到部落的時候 那我真正回到部落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 我真的屬於這裡嗎 這裡給了我一個 應該是我長到一個歸屬感 那我就在這 就是回到部落讀國中的那三年 我就覺得 好想離開部落 那我真的離開了 到高雄 讀高中 我就覺得 我好想回到部落 那 就是 之後就沒有回再回去嘛 然後到現在他 在大學 到台北讀書 那 應該說在台北讀書 那我可能要回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是自從那一次高中 我 就升高中 然後搬到高雄之後 我們全家定居在高雄 那我回去的時候 如果我跟我媽媽說我要回部落 我通常是要自己回去 我就是不會跟家人一起回去 我可能要先 反正就是回到高雄的家 或者是回到部落 那就是會 對我來說 這兩個地方 其實都有一點歸屬感 那 就是 目前還是分不清楚 就是那個歸屬感 說不同 這樣子 那 對台北的話 其實我對台北 也有一個很大的歸屬感 在於 我在台北遇到一群 跟我有相同經驗的原住民 就是原生在什麼 就是我們都 都 為了可能升學 或者是 家裡 為了更好的生活 那搬到可能都市的地方 那 就是 這些有共同經驗的人 就給了我很大的歸屬感 所以台北 某一部分 也 我會被 也被我歸類為一個 有歸屬感的空間 可以給我歸屬感的空間這樣 那 那 對 超多的歸屬感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這樣子 就是這樣的一個非常大的題目 或者我們今天有許多的人想法的 都市原住民這樣的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題目 我們因為把自己的經驗帶進來 可以活化 放鬆這個題目 我們個人跟這個 我們就是他這一部分 然後這個題目 我們怎麼樣可以重新理解 所以我建議 就是我們讀一個 在讀一個相關主題的時候 把個人的經驗放進來 那剛剛同學講的 我想我就不多說了 那我是建議 我們可以從遷徙的事實材料裡面 去找出它的意義 然後也不要執著在家或家鄉 它作為唯一的理念 好 那我們的生活經驗當中 這些不同階段的 或者不同空間的經驗 的意義是什麼 在你個人生命這麼多重 在不同人 我相信這沒有標準版 我主要是要講 其實是可以放鬆來 不只是說家或家鄉而已 家或家鄉的概念 本身可能會改變 然後家或家鄉可能也不是唯一 而是可能是多個的情況 那我簡單的 我剛剛講到說我在大西地做天野的時候 然後我在美國已經生活好幾天 所以我會想說那 那時候我開始體會說 家可能不是只有一個 然後當初好像剛才會有覺得背叛 為什麼我的想家 我想家的對象不是台北 我的家 而是說一個我作為學生 我在那邊生活幾年的一個家 而且那個也只是學校租的地方 也換過好幾次 可是我會想到怎樣的一個生活 那另外一個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為我實際上是十歲的時候 從屏東搬到台北 所以台北的這個 我現在住在景美 我搬到台北的家 現在我離我現在的家大概一條街 所以我會再搬回去 離我台北 屏東上來台北的第一個家的 只有一條街 我相信那都是有意義的 因為台北這麼多地方可以選 即使說這種價位 還是有些選擇 所以為什麼會可以到隔一條街 那我們生活當中 就有很多過去的生活經驗 引導我們或者影響我們 對於這個世界的認識 對我們未來的一些走向的一些影響 那另外一個也是因為我的經驗 還有加上我的田野經驗 我對於都市 我不會覺得都市是一個問而冤首 我覺得都市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因為就是我們人類學人 大家以為我們很懷骨 我沒有那麼懷骨 我覺得這些都市 就是真的是多樣的選擇 多種的生活方式 然後我們是主角 我們來選擇 我的個性 我的人生目標 我適合在哪裡 然後這個剛剛講的空間 同學也有點到 可能就我們再強調一下 空間其實跟人有關 我在哪一個空間 可能你對於哪個空間的歸屬感 可能是因為那個親戚的關係 親人的關係 或者說像後來稍微大一點參加了青年會 這種團體的關係 因為一個沒有人的一個空間 我相信大家 我們就不會 我們的所謂的歸屬的意思一定非常不同 那我剛剛講一下 像我去做田野兒的時候 通常有的地方 尤其我去比較長期的地方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地方讓我清楚 我走到第三家 或第六家的時候 就會說 你就是那個台大那個誰誰誰 我們聽說了 就因為我在掌貨店等於先簡單的介紹 掌貨店坐得夠久 掌貨店來來去去的人 然後掌貨店可能就是大家也都打電話什麼的 就是後面村子後面的人都會知道說 來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外人 所以那個就是那個村落的集體性非常的強 那他們對我一個外人好像很容易就辨認出來 對我而言 那個表示說很清楚因為我是外人 所以你不容易混起來 你是外人 你是自己人 這個身分對地方上是非常重要 他辨認一個人的時候 你是自己人還是一個外人 這東西非常非常清楚 比方一個年輕小孩 像你們一樣在外面念大學 他們臉不熟 他們就會說你是誰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麼名 媽媽叫什麼名 他馬上就給你找了一個定位 可是像我們是外人 他就完全是另外一個禮貌的一個 一個招呼的一個方式 所以在村落 我剛剛講的是一個客家的村落 在村落做一個外人 你很難進去 你不然花多少時間才會變成不是那麼外人 我還不敢說是自己人 就你那個是不是自己人 那個身分差別很大 那相對於我在台北生活經驗 我回來一開始江蘇景 因為我曾經住過台大的宿舍 在溫州間裡面一條巷子 有時候半夜就還沒有睡覺 我就下來雜貨店Seven什麼 買一罐啤酒啊 配個蝦味線之類的 然後那個雜貨店的那個Seven的人 你們很羨慕是不是 好 然後Seven的人就會說 謝謝光臨 你知道我們常常覺得他們非常的客製化 他們很辛苦 可是久了之後 你會很驚訝 我就是因為住溫州間那幾年 還有當然現在還是常去那個方向吃飯 我自己的感受都市仍然會變成 會有一個人的味道 即使他是一個就是台北 就是台道這附近這麼忙亂 這麼商業化的一個地方 租金那麼高的地方 因為你常常進出 你固定了幾個 然後你是晚班 夜班大夜班的什麼 比方那個水源校區的 那個現在的那幾個 那個櫃攤的女孩 我現在也認得出來 因為實在太久了 他見我 我心裡就想 你為什麼還是要我的證件 因為那邊被打折扣 我說其實都認得 就是當然他有他職業的規範 可是他也有人上實際上 也是已經熟悉了 所以他說謝謝光臨光 說那些我不覺得是那麼窒息 那我有時候隨便會 我說今天頭條有點可怕 他會回一句 就是因為我都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會看晚報 就是我們會有一兩句對話 所以都市人Seven的可靠 他有登 比方就是Seven的角色 為什麼在台灣越來越多 雖然大家很想很討厭 他某些事情 可是不可能 幾乎很難以杯葛 因為他完全進入生活 那他進入生活的部分 也不完 有一部分是有人味的部分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我的都市生活經驗 我感覺到是都市的開放性 鄉村生活相對的 是他那個人脈的重要 也就是說他的封閉性 你不是 你原來不是他們的人 你進去的時候 你是一個外人的身分 你要獲得另外一個身分 除非你昏入 或者你變成當地的老師 或者說你知道廟工 這個身分不是那麼容易轉換 可是在城市 大家都是外人 你們大概很難想像 因為你們很多同學 都是從外進過來的 可是都市裡面 告訴我誰是真正的台北人 或者有沒有真正的台北人 這個分類 你有沒有碰過一個他家 他祖父母 祖父母那一代已經住在台北 你們這個年齡大概有 我的意思是說他不是說從台中上來 還是從花獵上來的住在這邊的人 我偶爾碰到 剛剛碰到誰的時候 我就說他說他是萬華 我現在好興奮 我說你們是站在台北人 是萬華或者大造成這邊 我說你們家住幾代 廠長都發現還是外移進去 所以都市一定台北高雄 有多少屏東人住在高雄 評論人戶籍涉及已經涉及在高雄 然後有一部分台南人移到高雄 所有的大都市 他的那麼短時間的都市化擴散 他的範圍跟他人口密布提高的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都是靠外人 都是靠外面的人進來 可是有沒有人還會說他 你還是你不是台北人 不會原則上不會 基本上不會 因為所有的都市人都是外人組成的 所以他本身的來源都是從外來的 所以他沒有必要 他也沒有 就他不可能在這邊分誰是外人 誰是自己人 那所以這個是都市的開放性 另外一個都市因為他人口密度高 還有他作為一個城市 他的性格本來就是這種工商業 他有很多功能是不太一樣的 他不是靠人脈 所以都市是一個比較容易有法治的地方 比較容易有制度的地方 而不是靠人的關係 我不是說人的關係不重要 我是說他的制度變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是陌生人 都是來來去去的 制度變得很重要 所以當你也是外人 我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 第一次去紐約的時候好興奮 因為很奇怪 你就會感覺到那個地方很自由 然後那是誰都可以說 這是我的家的地方 所以都市只有在位子 所以各位不要客氣 你覺得台北很排外 一個他排外可能是某一些生活方式的 一個差異 都市的性格本身應該是開放 如果你們覺得 大家多數人覺得台北不夠開放 我覺得那真的 我們要來好好看 台北做一個都市 他在發展上有什麼一個特別的歷程 使得他有 他不是我們人 不是一個都市常見的一個開放性 所以我剛說Seven的經驗 因為Seven在台北 時的分谷當然更密 所以那是一個可靠的 你半夜睡不著覺 半夜想喝一點什麼 吃一點什麼去 他永遠是開的 他不會嫌你 說我們要打烊了啦 你快點啦 或是你明天再來啦 招呼店有時候會這樣子 好我昨天 禮拜六中午要帶招呼幾個 會開會結束 要招呼大家去吃飯 我去俄美 原來打電話都定了 可是我們會議結束太晚 一點半結束 走到這邊不知道幾點 他們兩點打烊 我說我們有定位 他說你們沒有來 我說我們現在來啦 他說不行 我們師父兩點去廚房兩點休息 後來就去重睡 所以就像他非常有制度 那這個制度講的 剛好說他要休息了啦 可是你如果替他 我如果是廚師 我要替這邊工作 我就想我寧願去俄美 不要去重睡 那可是如果說 我是一個使用這些服務的一個人 我是一個消費者 我會覺得非常可靠 因為他制度化 他不是一個接繳的一個鄰居看的一個雜貨店 他要休息 或他家進來辦什麼婚事 他就門關了 就是比較不是這麼可靠 所以我這邊講出來是說 都市的一些特殊的性質 他是開放的 他是淫納外人的 那當然我們他接受誰不接受誰 所以都市會常常會跟另外都會連接 可能是階級 那另外就是都市本來就是外來人口匯集的 所以都市不會說是誰的家 不是誰的家 他是誰都會宣稱都市是他的家 那另外一個相關的就是 不管我們講都市還是講家鄉 講原鄉 我們面對的都是一個空間 一個空間的轉移 可是這個空間的轉移 不是只有空間沒有人 這空間裡面有很多的細節 一個很重要的細節就是人 剛剛我們講過 這是你的親戚還是誰 那跟還有我們在這空間當中 我們自己的路徑 比方我們作為學生 同學講說以前高中哪裡念書 雖然情感上很想回去 可是沒有地方回去 意思是說 因為你是學生可能住宿舍 或者曾經住房 離開那個 你回去好像沒有一個點 所以這樣子想的時候 我們往又過於執著在我要有一個住的地方 或者說我如果在 背貓客棧停留 好像那就不是我的本意 所以這邊就發現空間是什麼 空間作為我們歸屬的一個附著對象 好像變得很複雜 我回到台灣 我之前剛剛講過 我是做大西地的研究 我盡量是想要拓展不同的島嶼的研究 那到回到台灣之後 然後我不可能一天到晚在外面 因為交通的時間還有費用 所以我在台灣開始找一個田野 那個時候在台灣 就是很多就是關於原住民權利的議題 是非常非常盛的 剛開始的 所以就想說 那這樣好像去部落是很敏感的一個事情 在那個時候 所以我後來就從我自己的背景上想說 我去哪裡比較具有正當性 所以我後來想的是屏東 因為我是屏東長到10歲 住到10歲 覺得這比較有正當性 那當然也有些研究上的理由 比方說 我以為我會客家化 所以我到屏東的客家地區 去延續我的相關的研究 那當然我在大西地學的客家化 跟屏東的客家化是不一樣的 是我到了那邊才發現 然後我後來帶同學去做田野 去上田野客 我就到了附近靠東邊的萬金這個地方 萬金赤山 那又是不同的故事 就是說我對於這些空間 我走過的這些地方 然後希望盡可能都維持關係 那對我有不同的意義 所以當我不管是個人的研究 或者說是上課帶同學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連結 所以這些點通通是存在的 它有時候會特別重要 有時候會稍微飲料一點點 可是走過的路是 都是在那邊的 所以想要 就是相對於我們比較習慣的家 家鄉祖國 這樣子的比較單一的概念 我自己非常想要問的 從我自己的經驗 也是我自己非常想要問的 可不可能有多重身分 多重的意識 就是知識 我可以覺得 我去客家村做田園 我也覺得好像我可以啊 為什麼我不應該 那我去萬金 我也覺得我跟萬金有一個連結 那類似像這樣子 那所以比方 那我跟台北有什麼關係 我跟屏東維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後來在台東工作一年半 我跟台東也有某一種關係 他讓然後高雄 反正有幾個地方 都對我而言都是比較 會浮出來比較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不會說我是高雄人 可是我會覺得高雄的一些事情 我會很在意 我會很關注 那我們回到都市中的原住民 這樣一個議題 所以我們會說 原住民在哪裡都是原住民 永遠都是原住民 還是說原住民 住在台北的原住民 可能對於某一些同學 他身分比較重要 是他的台北市民 還是屏東縣民 他這個身分比較重要 那這個原住民這個事情 可能就比較大了 但我想這是事實 就是很多原住民的身分相對的不重要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不重要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也許是一種組合的情況 是我是家在什麼城市的原住民 或者我是有原住民背景的什麼台北人 就是這種組合 我是比較簡單的 拿一個是一個血緣 一個是空間 一個地緣 兩個組合來說 我們可能有這樣子的 好幾種身分的選項 那也許你在學生階段 哪一個身分比較重要 過一個階段 可能另外一個身分 會浮現出來 你覺得好像我現在有點 我的這個定位 我自己的定位好像有點改變 那我另外想讓大家 我們就是想讓同學來做做看 我們現在知道 我們就同時來強調 台灣城鄉移民的特殊性跟一般性 所以同學就先說一下特殊性 很快的告訴我一些特殊 而一般性 然後我們再來強調 我們再來比對出來他的特殊性 所以台灣城鄉移民 比方你家裡接觸到不管父母方哪邊 父母方或閩南或客家 外省的例子我想可能太少 我們就不特別抓出來 閩克這邊 就是你覺得他們的遷徙 城鄉遷徙 我覺得1960年代 1969年第一個男子加工區成立 那時候是國小學生 後來晚一點是國中畢業生 是整班遊覽車帶過去 然後這是老師帶過去 是為了孩子好 那當然 那後來再晚一點 這也是我們會有建教合作 建教班這樣子的一個社會背景 沒有這種機會 其實後來是很難升學 那整班進了加工區 然後這些加工區比屏東的小孩 因為像萬蘭那種客家說 我就聽過他整班帶著男子加工區 所以這個是城鄉移民 那個時代大量的人出來 所以同學有沒有自己知道的 家裡的故事 或者聽過外面的故事 閩克的城鄉移民 或者你覺得他有什麼特色 我們再來看看他是一般的 還是是特殊的 我們先講一般性的 誰在移民 為什麼移民 移民之後他怎麼生活 像今天同學講的 所以大概是徐曬如這邊 稍微講到教會 在移民的時候 教會脈絡很重要 來那教會 我們知道在原住民的脈絡中 很重要 長老教會 比方有平原 朝原 朝周的原住民教會 叫朝原教會 像這樣 其實是長老教會 非常清楚他有個系統 他知道原住民很多 離開到另外一個地方居住 然後他怎麼樣繼續 這樣的一個牧羊關係 我們知道教會的角色 在原住民的都市遷徙 都市市營當中非常重要 你們知道這個長老教會 有計畫的調查跟他的早期的針對這樣 其實是漁民上傳在馬頭的高雄的 高雄跟基隆 來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你們的人需要一點歷史感 然後同學 有沒有聽過《孤女的願望》這首歌 會不會哼一句 好 所以《孤女的願望》 這是一個 這是台語歌嗎 台語老歌 好 這首歌在講什麼 他就是一個女孩子 他說長真耶 阿貝 我要找工作 可不可以告訴我哪裡有工作 所以他找工作的脈絡是什麼 你們大概不知道以前的後果 這在後面有很多很多的介紹說 很多很多的人被騙 好 所以工作脈絡 工作怎麼來的 有人可以提供一點 原住民的工作脈絡是什麼 同鄉 摩擺 我們先說人的脈絡帶到哪個之間 你要說什麼 摩擺 我們是說職業類別 我們知道原住民的摩擺 就是其實放大一點是 還有巴蒂亞 那個女生做的 摩擺是男生 巴蒂亞比較是女生吧 都是營造 然後還有剛才 摩擺還有什麼 你這邊是要講什麼 一樣 是那個 做衣服的工廠 工廠 紡織廠 是嗎 全天下都在做紡織廠 都在紡織廠 到現在華人移到美國 也在做 在紡織廠 叫紡織廠 因為那是最沒有辦法去企劃 你說景美那邊不是工廠 應該是染池工廠 是染布的 因為我媽媽 他們小時候 大概國務時期 都有來到景美 所以那工廠是怎樣 景美哪一個工廠 紡織廠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紡織沒有辦法完全 就它很多流程是 還是需要熟資人工 所以我們說工廠 大概是所有的人 都是進工廠 這都是一樣的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什麼樣的背景的人會要移民 會因移民 會因移民 那是很當淡 會因移民 那就跟台灣城鄉移民的關係 好像比較淡 對不起 剛剛誰講的 會覺得會因移民 所以你要不要幫忙 怎麼放 塵香移民 因為我會用很多審計 直接架給都市 是架給老兵 然後再來都市 所以換句話是有人中介 要不然還真的 就像現在的外配的情況 你沒有人中介 空間這樣子分開那麼遠 不容易 這個造成沒有人提過 所以這是原住民的情況嗎 知道很多的審計 是可以有的審計 這個可以稍微看看 知道或者再談 這看起來是被忽略的現象 還有 還有 會有像政策性的嗎 比方說 舉例 你先出來 你講的也是很當淡 那這個 這就不限城鄉移民 因為他很可能是鄉牽鄉 或先強政 就是比較地方性的 而且應該是整個台灣 不同人群都有這個情況 跟國家發展之類的 或者自然自然災害 比較政策性前春 他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教育 你知道這個 你可以想像 對不起馬上了 你可以想像 漢人有什麼集體性 政策前春的情況 紅毛港 高雄裡面的紅毛港 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那都還沒有完全接觸 或者日本時代 那個 現在的屏東機場 那個是 大概有兩個村子遷開的 那裡面有一個是 應該是平湖背景的村子 這種大概都會有 公路徵收什麼 這個大概都還 徵收不能說千春 還有什麼還有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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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也是大家一樣 好 我大姐15歲到台北 考試到台北 她在台北念書 然後剛剛我也跟同學講 所以她住天主教的宿舍 家裡就比較放心 所以這個事情影響我多大 就是我在美國念書的 有一次有個同學 突發起講說 人為什麼會需要很多錢 她如果給她一百萬美金 她都不知道要拿來幹什麼用 我說我知道 我說我一百萬 我們就找了一個 黑板就說 我說我一百萬我要怎麼用 我第一個就是 要蓋一個女生宿舍 讓這些女孩子在外面 比較方便可以安全 有方便安全的居住 所以這個是我已經成年了 我都還會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剛剛說教育 我剛剛說 所以這是大家都有的情況 為了追求教育機會 大家都在搬家 就是跑到別的地方念書 我這樣講的話 有同學要不要幫忙修正一下 這句話太大了 太滿了太簡單了 來修正一下 原住民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所以她為教育而離開家的時間會比較早 或者走得比較遠 更多的人走 後面有這個同學 後面有這個同學 後面有國中 好說得好 後面有國中 好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國中就要離開家念 有時候就一定要住到那裡 比方牡丹這邊 如果不念牡丹國中 就要念車城 對不對 因為我就會碰到這種情況 所以部落的選擇更少 到高中是一定 因為這是我們的 我們的國家的政策是這個樣子 一個村裡要有一個國小 一個鄉鎮要有至少一個國中 然後高中是一定要到外面 那以原住民地區來講 因為它範圍大 人口密度低 所以它很容易就開始要往外走 所以年紀很小 然後可能有幾個兄弟姊妹 父母早好就要給幾個兄弟姊妹出展 租了一個小房子還是小房間 或者拖給一個 像我還會碰到 拖給雜貨店老闆照顧 一個平地的雜貨店老闆照顧 然後他們家四個兄弟姊妹 就都在那個地方成長 那父母就是 因為還到不算那麼遠 父母一個禮拜會去照顧一下 這種情況是很多 所以我們就可以 我是建議你們也許社團辦活動 或者同學自己可以繼續發展這個 台灣整個城鄉移民的討論是被忽略的 只是從工廠需要多少勞動力來談 沒有回到人的層次 這些人怎麼長大的 他們處理那家都大概都沒有成年 十五歲左右 國中畢業 這還講國中畢業是比較晚 像我講再早一點的話 很多當後我是在找工作 那還不是老師用油耳子忙帶到工廠 這些人怎麼過來的 那然後讓他們今天成會什麼樣的人 他們在都市的什麼地方 他們在都市發揮什麼影響力 所以我另外要介紹一個 他們在都市如何生存 我們講比較白 就是他如何適應同鄉會 好同鄉會不是只有老王 不是外省人才 然後大家都有同鄉會 今天好久會不會講 他們家原來是在那個彰化祖 我後來搬到新店 怎麼大概像這樣 我以前曾經住過新店 新店從中正路轉 北新公路轉中正路 中正路轉中央路那個口 有一棟樓 那邊有一個看板 寫著彰化旅北同鄉會 你知道因為我父母 是從河北到台灣的 到屏東再到台北 所以我就忍不住抱著肚子大笑 彰化旅北好遠喔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說我已經習慣我們家 那個千億距離是很遠的 然後彰化到台北 好像大家也說真的 從彰化到台也需要試 所以彰化旅北同鄉會 這是我看到一個標籤 一個看板 後來我就開始比較意識到 其實很多地方有同鄉會 然後後來我有點想取笑的 比方說南一中同鄉會 學校裡面很多高中的社團 就是你們同學從了別的地方 來到台北念書 就也需要有一個高中學校的一個集結 對我而言 我有點一下抓不到自己的重要性是什麼 是幫助同學在台北校園裡面的適應 另外一個當然跟台灣現在的政治發展有關 就是大家都紛紛設立組織 設立組織就成為別人爭取的目標 所以它是一個你就比較有舞台 你多一個同鄉會多一個舞台 那可是這個對於個人的意義 對於個人的價值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可能都還需要談 就是我們的城鄉移民太缺乏討論 那每一次過年台北邊空城 為什麼 表示說這個關係在那邊 這是什麼樣的關係 沒有人講清楚 然後我不知道原住民的父母怎麼樣 派人父母非常不願意讓孩子簽戶籍 把戶籍籍籍籍到台北 一直大概要讓他們買房子 為了自由住宅的資格 報那個稅上的問題 才會讓他們籍 好 我不知道這是我的 我所聽過的事情 大概我會有這種印象 這個我並沒有一個深入的研究 所以也有一些 就是會知道我們人遷徙 很早就開始遷徙 遷徙很多次什麼的 這樣聯繫下來之後 我們跟原來那個家 其實這是父母的家 我們多半都在外面就學就業了 成家了 那父母的家 我們跟這個老家 平反來去的關係是什麼 是因為親屬關係還是因為家鄉 還是因為什麼 包括像同鄉會 他原來有幫助適應的一個目的 可是後來他在我們的政治制度上 有了一個 他變成一個凝聚人群的一個辦法 所以他有了一個價值 他在當我們已經適應了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仍然會存在 他是一個你可以來拉票的一個地方 也是一個可以要補助的單位 你不成立社團組織 你不可能去申請任何補助 所以他有變成有自己的生命 而不是在服務新來的 就像你們招化高中上來同學 你會去招化裡北同鄉會嗎 應該不會 就是他這就是他怎麼樣形成 我們個人遷徙路上這一路跟我們穩定之後 我們可能遷徙我們定居了 不是一個流動的 我們真的定居了 這之後有的一些組織啊 或者說一些活動 這其實也會跟制度有關係 這還蠻複雜 這個是我今天 我們有兩篇必讀的 我從其中一篇必讀 再加一點別的東西整理的 那這邊都是大家文章裡面都有的 你們都很熟悉 我就不多講了 那這個是基隆台北跟高雄 我們可以看出1951年 基隆沒有 基隆台北沒有原住民 涉及了原住民 高雄只有22個 然後這個 然後你這樣看起來一直到 這篇文章的資料到1997 所以他從1975到1997 高雄跟基隆的趨勢非常下 就逐步增加 台北是異軍突起 特別是在1980年代 台北超過了 這是1988 台北超過了高雄 這個應該跟後來就學的人數 有比較大的關係 就是比較年輕的人進來 或者說前面那一批移民 他們的孩子開始出現 那這個就是用折線圖給大家看 紅色的就是台北市 他的原住民人口快速增長 族群之間是有一些差異 可是大家說阿美族沿河口居住 這個10月份我聽一場演講 一個會議論文 可能有一些另外一個條件 因為河岸邊的河川新生地 可能是外來人口聚集的地方 不一定是阿美族而已 也不一定阿美族聚集 因為阿美族移出的比例是很高 不一定是因為那是河流 而是因為那是新生地 是還沒有被劃定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新的觀點 那職業分布的話 剛剛講了 比方說大家都知道 因為外移人口很多 外移的原住民剛開始 阿美族非常明顯 然後阿美族會進入漁業 那我們現在講 已經過去的這個遠洋漁業 阿美族在那邊角色非常重要 我自己非常想要能夠多了解的是說 阿美族進了遠洋漁業 他走了這個大半個世界 他的Cognitive Map 他心裡的那個認識地圖 一定發生一些變化 怎麼樣再進入影響部落的觀點 另外阿美族也進入了礦業 土城海山煤礦的礦災是非常有名的 胡特夫也為這個有做過的一首歌吧 那營造業是普遍的 也有人說是阿美族比較明顯 剛剛講的說 有一位楊士范先生 他寫過很多小 台北縣人民局幫他出的書 裡面又談到阿美族跟營造業 跟特別是板摩這個行業的關係 可是我碰到的排灣族 也有很多大的營造包工 工頭也是跟這行業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很難講 那這邊給大家看薩普流有一個作品 這就是都市的獵人 這個作品非常生動 那另外還有一個我們都講 今天我們這邊還沒有講說 其實在社會的經濟結構上 可能都比較是從底層上來 移民的人開始的時候是底層 後來會跳 跳到因為是大學生出來唸書 所以這個階層會改變 那另外一個 以原住民來講 他會到外地定居的原住民 裡面還有軍警教這幾個部分 另外當然有宗教 軍警一方面是公費的教育 讓這個教育變得是比較可得的 另外一個我認為忽略掉了 可能是一個文化因素就是強調陽剛氣質 我們有沒有想過 打耳機不能再打耳的時候 變成打這種就是一些替代品 不能射猴之後 他怎麼訓練男孩子 文化要求的這種陽剛氣質 是不是靠軍警的訓練 比較能夠達到 那剛好又是一個公費教育 所以他是變成制度面的外面制度的 跟文化上的要求其實在這個時候 可以達到他的性別教育 那另外教育是 我們現在都沒有的 是一個以前是優秀學生 每個鄉會選兩名去讀師班 保重出去讀書 尤其是屏東師範 台中師範也做過 台中師範也有分班 主要在屏東師範 這個研究非常希望有人可以做 那另外一個被忽略的 你如果看一下現在在台面上 或者說最早期的政治人物 他們的夫妻兩個人很可能 已經是跨途群的婚姻 那可以說那個時候是第一次的 泛原住民的連結 泛原住民的意 有泛原住民連結的機會 有沒有產生泛原住民的意識 因為我們現在說原權的概念 是到北姑年大學時候產生的 有了泛原住民的意識 泛原住民的認同 以前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有 那有沒有產生相關的意識 其實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兩個題目都非常值得做研究 另外一個是宗教 就是做傳導人 去念神學院啊這些 傳導人或者牧師或者神父 另外一個剛剛講的說 我們一般的職業 那現在講的說 那我們會知道原住民好像其實是軍警 公教人員是蠻多的 可是實際上有沒有人做生意 因為在族群研究裡面 也是我比較熟悉的發現 族群研究裡面會談ethic enterprise 族裔企業 原住民有沒有族裔企業產生 比方我們說野菜或者是賣到台北 這有沒有形成一個管道 然後比方土城或張路樹灣那邊的 是不是那邊的雜貨店賣的東西 跟你在你家街角賣的雜貨店賣的 雜貨店賣的可能是不太一樣 我們是看到有這個痕跡 可是它構不構成它的規模如何 它對於原鄉的生產跟食品加工 或者是說城市的銷售量 城市的銷售量有沒有大到影響原鄉的生產 它可以這樣子的一個銷售 提供了多少就業機會產值多少 如果我們用這種方法去想的話 去檢查也許可以進步談 那後面當然營造業我認為是有吧 你目前也會看到有時候一些貨車 卡車上面寫著什麼新聞合作社啊 什麼的有一些 那卡羅OK我是有知道 我有去過大概有幾家 卡羅OK是原住民開的 可是 就可能還需要多一點的討論嗎 好這是我們的第一篇文章 比較老的這個文章2001的 富洋子先任的人 他是很早的 第一批開始做都市原住民研究 他談到了新環境的挑戰 有三個角度 文化衝擊 我們可以從語言來想 從語言開始到生活的距離 城鄉差距 城鄉差距跟文化距離 有一個加成的效果 再來是若是族群的身份 我們就講白就是歧視 他這個文章講得很簡單 那這一篇文章是用非常多的數據 而且請大家如果對於統計還有興趣 或者對原住民大規模的調查有興趣 請你們參考他的文章 2010年 然後劉濟平老師 他負責一個非常大的原住民的資料庫 戶籍的資料庫 所以有一個獨立的資料庫 現在還沒有開放 他們要全部做到一個程度才會開放 一個理想的一個理性的政策定定 要根據統計資料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必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都被時間搞不通了 然後 那這個 他們這個資料的一個弱點 是因為他們的對象是涉及人口 就是戶籍的人口 戶籍也設在了都市的 可是有一些人沒有涉及 可是他的生活重點 重心有一大部分放在城市裡面 可是他戶籍在原鄉 這一些人在統計上看不出來 我們加上這一些人的話 恐怕原住民在都市生活人口 超過一半 那也是原民政政需要納入這些 遷徙人口 或我們叫做流動人口 因為這些人是最沒有保障的 那這個 差不多這三個人講的是說 原住民族的流動 並沒有相應的提高社經地位 這個是先因為有個前提 我們認為人流動是 為的是爭取更好的機會 然後我們用整個這個數據 來看 其他的 他有一個兩千 他抓住兩千多筆做比較細的分析 並沒有對應的提高社會地位 所以他說 他的高流動率實際上 他的高度流動沒有達到一個 比較高的社經地位 對他們而言 他在這個人口學上 就叫做過度流動 就是他已經流動到 不能達到那個目的 就是一個不適當的 他叫過度流動 過度流動的原因 就是為什麼他已經遷徙出去 沒有找到更好的機會 提高他的社經地位 講到說有兩個可能的原因 一個是社會排除 社會的社會 那就跟我們前面那個作者講的 歧視 或者說 我們說哪些人出去 可能是很底層的人出去 很底層的人 他的教育背景 他的一些能力 並不是幫助他準備 沒有幫助他準備 進入某一些工作 另外一個是社會距離 社會距離 社會距離是我幫他用的詞 意思是說 他原有的社會網絡 你怎麼找訂閱工作 你的親戚介紹 你的同學介紹 學長姐介紹 他原有的社會網絡 難以跟外在社會的網絡相看 換句話說他離開家鄉 他是從零開始 所以他沒有辦法形成社會資本 也無法累積社會資本 所以遷徙就變成是一種斷裂 你是從新開始 從零開始 所以這邊也是我們講 那閩克的城鄉遷徙 跟原住民的城鄉遷徙之間 我們覺得是不是有這樣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原住民要面對歧視 那閩南人和客家人 他沒有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有沒有客家人會 也許客家的早期移民出來的人 他會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知道以台北市來講 客家人的移民方式 其實他的移民也有部分跟職業有關 比方林務局、鐵路局 客家人的比例會比較高 那鐵路局進來的話 你就發現你講你的語言的問題 或者說人脈 有一些是可以銜接的 那這邊講社會距離 所以這社會距離是非常的大 所以就原有的社會網絡 跟新的需要在遷徙地建立的社會網絡 原有的社會網絡 沒有辦法幫他建立新的社會網絡 他只要靠這邊的機會在慢慢開始 另外有一個概念 他這邊有社會資本 另外我可以再介紹一個概念 你們可能知道布爾迪厄 這個社會思想家 他的理論裡面 對於資本是除了經濟資本 或者物質資本之外 有不同的看法 社會資本就相近於人脈 文化資本就相當於學歷啊 品味啊這些 就像我小的時候 我第一次吃西餐 那時候是很緊張的 代學你很怕做錯事 你很怕筷子 你很怕刀插掉了 你可以回去問你們父母那一代 他們幾歲第一次吃西餐 跟你們的時間一定是晚很多 所以這也是一種 這種我們就會說 他是一種文化資本 你懂不懂的紅酒 你懂不懂打高爾夫球 所以像有一些人做業務的人 他就會增加 即使他現在營收不是非常高 他會想辦法加入福倫社 他為的是認識人脈 當然台大EMBA也有這個效果吧 所以你是中小企業主 他會想辦法拓展人脈 他就加入念EMBA 那為的是人 人脈是其中非常一個重要的 另外就是說 你也許不認識他 可是你跟人家說 我是EMBA第幾屆 台大EMBA第幾屆 第幾屆畢業 我的同學是誰誰誰 他這個學歷本身又形成 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資本 所以我們要回到1960年代 原住民已遷徙到都市裡面 剛開始之後 他的立足點在這些方面 是很困難的 有一些相關的研究 就包括台灣 我們以前國語要很標準 你國語不標準 你有些工作好像不太適合 比方接電話或者接待 這些可能不太適合 那什麼叫做 那這樣子其實也是一種 文化資本的概念 還有我們現在都市裡面會講 當然我們現在看的最誇張 就是台北市捷運的禮貌運動 台北市捷運很多的禮貌要求 這個禮貌其實大家有時候看的不開心 其實他有很強的階級意味 什麼禮貌的內海應該是什麼 我念國中的時候 可能台灣在推電話禮貌 因為電話開始變得比較多 所以你要怎麼接電話 怎麼打電話 怎麼跟人家說話 說喂我要找誰 什麼就是謝謝請 謝謝對不起 這些都是在變成我們社會教養的一部分 你們現在是理所當然 以前這是一步一步 用政府的力量來教的 所以當不同的區域或不同的工作 對於這種所謂電話禮貌 這一些文化資本的需求不一樣的是 有一些地方他比較晚接觸到這一套的 新的這一套文化資本的時候 他進入城市都市很明顯 他對於這類的需求是很明顯的 另外就是產業服務業 對於這種文化資本 這種細微的禮貌 細微的人的應對進退 你怎麼樣是一個好的業務員 你怎麼樣是一個好的櫃檯的工作人員 你是不是對於你可以對客戶能夠充分表達公司的形象 而不會一定好得罪人 那這樣子的一套技術是怎麼學來的 你做藍領跟做粉領 你的藥的技巧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找工作機會好不好 跟文化資本這一些 除了學歷之外 就有很多的這種細微的東西 也是有相當關係的 所以張正華林基平 劉仙佳2010年這篇文章 他建議因為當你人口外流超過一半的時候 其實是造成原鄉的空洞化 沒有人力了 沒有人力不只是簡單的升級活動也缺乏人 也包括你的技藝 這麼複雜的技藝要怎麼樣傳承 所以他建議的是發展區域性中心 形成一日生活圈來留住青壯年 在這種情況裡面 花蓮市、台東市、屏東市變得非常重要 而不是北東最多加上台中三個大都市 新的我們遷徙過程跟遷徙定居之後 會產生新的組織新的連結方式 教會同鄉會甚至於教會很積極的採用 部落原來的年齡組織作為他的團契 另外就是剛剛我們講過 政府的一些政策跟他補助的方法 其實會比方聯合封聯機 是大家剛才覺得很古怪的一個東西 可是後來聯合封聯機 雖然不如部落自己的封聯機 那麼樣有吸引力 可是他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所以這些政策指導之下 形成的這個場合 實際上具有真的具有凝聚的效果 所以這邊要給大家提醒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跟家鄉的聯繫 不是只有我們以前的家跟現在的家 我們中間有很多的點 父母的過程也留下很多的點 所以我們跟這些不同點之間的連結是什麼 網路是一個新的技術提供了許多的可能 另外一個就是你第一代從江江出來的 跟你第二代在都市成長 你的議題又不一樣 那包括以原住民族作為一個整體來看 這中間的文化傳承是一個挑戰 那我好像不能再講 族群之間哪有差別 台灣族在老大 老大很難留在城市 他都會回家去當家 好啦 我們講了 謝謝 來 抱歉 你們要討論 你們要討論 只能討論